最近有很多同学说到了PS5 这里面有很多是第一次接触主机游戏的新玩家 该怎么选游戏呢 如果你和我一样用的是国行的PS5 那第一步就是先登录港服 进入港服之后呢 我首先推荐先购买一个月的一档会员 或者一年的二档会员 一年的二档会员价格是400多块钱人民币 相当于一个PS5游戏的价格 如果你用的是PS5 并且充了一档会员 在会员到期之前 我推荐你玩这三款游戏 第一个是战神 这是有中文版的 这是一款PS4游戏 但是它在PS5上支持4K60帧 第二个推荐的是神秘海域4 这是一个PS4版 在PS5上是4K30帧U2 第三个推荐的是最后生还者重置版的一代 PS5的一档会员里面包含这二十款游戏 大部分我都是玩过 但是不是都喜欢 比如怪怪猎人世界 这是底特律变人 我也非常喜欢 这个叫血缘诅咒 它是一个魂系列的游戏 我觉得挺难 这二十款游戏 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三款 各位在玩的时候 我建议每个游戏至少玩两个小时 体验一下 看看是否符合你的胃口 其他这几个并不是说不好 你们都可以试一下 体验体验 玩一个小时 如果不喜欢再删掉 下面说二档会员 二档会员 我推荐给小白新手同学的游戏也不多 第一个是黑蜘蛛 这款游戏目前还是索尼独占 市场宣传也比较多 好不好 各位尝试一下 玩它个两小时 如果不喜欢再删掉 如果你体验了黑蜘蛛 如果不喜欢 就没有必要下载这个红蜘蛛了 第二个要推荐的是 荒野大标课 这是一个PS4版 在PS5上支持4K30帧 口碑不错 我也买过它的光盘版 但是没有耐下心来玩 喜欢篮球的同学 下这个 这叫恶魔之魂重制版 魂系列的作品 如果你有二档会员 想尝试魂系列 可以尝试这款游戏 就没有必要下载 一档会员的血缘诅咒 也没有必要购买老头华 先用它试一下 因为这种游戏 市场宣传的不错 但是真正玩的玩家数量 我感觉不多 至少说我是玩不进去 四合信条英灵店 很有名 各位想尝试的 尝试一下 我尝试了 下载了 删除了 这是对马岛之魂 很多玩家都说不错 但是我只玩了一个开头 还没玩进去 这个也推荐一下吧 这是死亡回归 也是PS5独占游戏 这叫死亡搁浅 想尝试的也尝试一下 这是地平线零之曙光 我单独买过这款游戏 也是玩不进去 开放世界的游戏 二党会员 我推荐的游戏不多 因为大部分我还没有通关 所以只是给各位建议一下 主要就是这前三行 这些游戏每一款 如果单独买的话 都得四五百块钱 我们冲了一个二党会员 先体验一下这些游戏大作 看看是否符合自己的胃口 如果喜欢那就赚到了 如果不喜欢 我觉得也赚到了 至少说省着买盘 或者购买数字版 避免汤雷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是我给PS5新手小白同学 推荐的几款游戏 游戏不多 各位可以静下心来尝试一下 以后我还会发一些 我认为不错的小游戏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